说起娱乐圈中的后妈后爸 想必大家知道的有很多 尤其是那些姐弟恋的明星 而且也有很多男星都是给别人当后爸 不过后爸和孩子们的关系相处 那还是很不错的 当然有后爸肯定就有后妈 说起后妈 估计张子怡这个后妈是大家最熟悉的了 张子怡刚开始和汪峰在一起的时候 大家并不看好这一度 不过后来的两人有了自己的女儿后 感情反而越来越好 而且张子怡对于汪峰和葛惠姐的女儿 小苹果也十分的疼爱 甚至把她当成了亲生女儿对待 在平时张子怡也会时不时的 晒出自己和小苹果的合影 在睡觉的时候 张子怡会给小苹果和行星讲睡前故事 甚至在过生日的时候 都会晒出一家人的合照 由此可见张子怡这个后妈当的是很成功 大家对于她这个后妈也都非常的赞赏 不过要说张子怡的后妈最成功 还真的比不上赵小桥 赵小桥之前曾出演过《青蛙变王子》 虽然不是女主 但是她饰演的女儿范芸汐 倒是让人印象深刻 就在去年赵小桥和比她大12岁的刘良佐 踏入了婚金殿堂 而且在婚礼当天 正是刘良佐的儿子和她的同学当着伴郎 由此可见 赵小桥和刘良佐的儿子刘子栓关系是有多么好了 其实说起赵小桥这个后妈给了刘子栓没怎么有过的父爱 一直都拿真心对待刘子栓 时间一久 刘子栓也慢慢接受了赵小桥 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 就让儿子改口叫妈 这一点张子怡还真的不如赵小桥成功 如今刘子栓也已经是15、16岁的年纪 从赵小桥晒出的合影中 也能看得出 刘子栓的个子已经比赵小桥还要高 也已经长成了小大人的模样 可见赵小桥这个后妈做得非常的称之 和儿子的关系相处 也十分融洽 甚至之前还发了一条母子俩一起减肥的微博 赵小桥更是与母子相衬 对此她的这个后妈当的可是比谁都尽职金责 况且有个这么年轻 漂亮善良的后妈放谁身上都会高兴的 刘子栓和赵小桥一起健身的照片 看上去两个人的心情都非常的不错 做的动作也都同步着 画面看着相当和谐 不过看着这俩人更像是姐弟而不是母子俩 如今刘子栓现在也已经完全张开了 虽然赵小桥不是刘子栓的亲生儿子 但是时间久了 这么看上去两个人长得还是很像的 眉眼之间说 不是母女也叫人有点不相信 往后们对于赵小桥这样的后妈也表示道 人美心善 其实赵小桥在结婚的时候 也是上过热搜的 陈乔恩作为好闺蜜 自然而然的也是做了伴娘 新娘和伴娘们一起的合影 看着是十分的和谐有奈